歡迎來到神眼研究所 今天跟大家一起學習室內單管 用等角圖研究空間調性 西濤設計工作室 我們先來看一下西濤設計工作室的介紹 西濤設計工作室是2016年成立的 由劉濤跟蔡春彥兩位設計師所成立 他們的工作有包含建築設計室內設計家具設計 跟設計教學在上海 工作室在上海 他們西濤設計工作室是從一個小的燈具到一個街區 還有到城市極小的住宅 還有到鄉村老屋的改造 它有多種的範疇 他專注於舊建築更新跟居住空間的 物體聚落等研究的課題 他們通過這種分析 去重建對類型的這種探索和理解 他們關注尺度、親密度、構造、重與輕過去 以及刻的這種元素協調 嘗試去揭示每個場地的可能性 他們的設計方法是半建築半室內的 所以今天可以學習到這種 建築跟室內的這種結合的這種手法 所以這種內外的關係 它會有點打破這種室內跟建築的這種關係 他們的興趣是說直接在這種 日常的本土的材料跟建築 手法轉化成這種工藝跟細節的這種深度的表達 他們用簡單和基本的這種形式 清晰的這種比例和意外的這種撥面變化 創造出細膩然後適宜的這種整體尺度感 那他們結合營造的這種空間秩序呢 能夠去容納這個物體跟冷光線和時間之間呢 變化、生長的這種關係 他們說簡單能夠展示他們全部的這種複雜性 那我們從他們的這個作品案例來看 他這個是一個人的房間 那這個空間呢 你可以看到黑色這個部分 它是用同一個材料 建構出這個空間的主要的這個空間架構 然後包含所有的機能 那他們的這個設計呢 他們是用這個木座呢 把所有的機能做成一些組件 然後把它組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他從這個床鋪 就設計一個空間 是一個床箱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然後還有這個書桌 壁爐 衣櫃 然後出櫃 然後這個收納櫃 書架 不同的這個書架 有放雜誌的 有放這一個比較深的 然後比較淺的 這種不同深度的 然後還有這種書架看板 看書版的這種書架 還有這種掛桿的這種置物架 好那這些物件呢 空間的這個物件呢 就把它組合在一起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平面圖 它把這些構件呢 放到它的空間裡面 這個繞著旁邊走 那它這個平面圖 我覺得挺好看的 就是它連這個地面材質 還有一些小的這些 小的一些工具啊 還有一些紋理啊 地毯啊 這種都放上去 那整個平面看起來 就很有生活的這種 那種很有生活感的 這樣子的一種平面圖的表現 不同的機能的這些架子呢 跟這些構建呢 然後怎麼樣把它整合在一起呢 它利用的就是這個 你可以看到天花 天花的這個吊頂 天花板的這種 這一個部分的延續 還有另外一個是這個地面的材質 還有一個是牆面的這個材質呢 的一個高度 它也是用這個同樣的這個木座的 這個材料去整合 那另外一個等角圖 你可以看到這些構建 它利用這個 它的這個吊頂 這個天花的這個部分 還有這個書桌呢 還有連這個牆邊的這個地方 窗框的這個部分 用木座呢 跟這個同樣的這些構建呢 做一個結合跟一個整合 它左邊就是它的這個 現況的這樣子的一個照片 好那換一個角度看呢 它就抬高了一個高度 然後這個抬高的這個高度 就是到它的這個 比較私密的這個空間 它的這個睡覺的區 然後外面這邊 是它的這個客廳的區塊 這邊有個客廳的區塊 那它就區分出了這樣子的空間 那你可以看到的手法就是 利用這樣子的一個組件呢 木座呢 加一點這種綠色的這種效果 那在空間裡面呢 就整合起來了 那這個方式其實我覺得 是比較建築人的手法 但是室內設計它有的比較偏 這種裝飾的話呢 它就沒有把這個構建呢 把它這種家具的部分把它結合起來 但是如果我們是用建築的方式 會盡量想要把這些構建 跟這個牆面啊 吊頂這種所有的這種可能性的 這種結構跟機能把它整合在一起 整個空間就會很有這個秩序感 好那如果說我們剛剛那個是用 吊頂跟這個地面把它結合 那如果我們不結合呢 我們就像剛剛說的 如果我們是用這種家具的形式 一個一個的組件呢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作品是 MOMIC這個手錶品牌集合店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這個展示的台子 還有這個架子桌子 不同的這個構建 組合它的空間 你可以看這個照片就很清楚的 用好像是用家具這樣的概念呢 一個一個放在空間裡面去做展示 把這個產品呢 跟這些家具這些展示台 結合在一起 那它最早的這個想法 其實你看它 從這個他們的西偷設計工作室 你可以看到它是用這個木座的方式呢 就這種書架的方式去整合它整個空間 然後用這個書架的這個木的 這個骨架的這種組合的方式呢 去整合它的空間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主要後面這個就是它那個 他說的這個床箱的部分 把這個床的這個機能呢 放到一個這個箱體裡面 就變成它可以睡覺的一個功能 那其他的部分呢 它就是做這個架子開放架 那還有這個出入口的地方 它把它變成一個框架的感覺 然後感覺像是有一個亭子 有一個亭子這樣的一種意象 那你看這個很簡單的這種板面的這個構成 它的這個床的這種床箱的這種做法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木頭的這個材料呢 一直延伸到它的空間裡面去 因為預算的關係 所以他們用這樣的框架的方式呢 木頭框架 它可以就是去放很多的這個資料雜誌 然後結合軌道有拉門 然後這個玻璃拉門呢 它可以在上面寫東西 貼東西做討論 把機能跟它的這個設計的這些組件呢 結合起來 那這樣子這個方式就是 這樣子框架的這種木頭框架方式呢 就變成它的這個主要的這個設計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個下面這個是它的工作室的第一起的時候 然後它這個第一起就是後面這邊它是一個它的這個睡覺的空間 然後前面就是他們工作室 好你可以看到他們從下面2016年慢慢的一個擴邊 到第三起 這邊中間有一個會議室 然後後面有一個很大的這個他們的這個辦公的空間 那它這個空間就是往旁邊延伸 那它這個木頭這種框架的設計的方式也可以運用到這個其他的空間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前後的對比 你可以看到之前的這個空間 他們把它整理完之後 用木頭的框架做他們的空間的主要的設計的一個手法 然後去簡單的去整理空間 那你可以看到它整理出來還是蠻有設計感的 但是也比較簡單用漆面的方式去處理它的空間的其他的牆面 好那另外一個呢 用這樣的框架的方式呢 運用到他們其他的這個案例來的時候 圖書館這家 你可以看到這個家它比較跳高 那它這個部分一樣用這個木頭的這種框架書架 用在空間的這個四周 然後還做了一個夾層 那我們用這個等角圖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很好的看出它的這種構造 還有它的這個材料的這個分布 所以從平面圖上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邊上面這個是一個夾層 在上方 然後下面這邊它有這個主要的這個出入口進來的這個餐廳區 還有後面這個它的這個客廳區 然後還有一個它的這個房間 睡覺的這個臥室 那這樣子被整合起來 那顏色上面它其實是有白色的這個顏色跟這個木頭的這個材質 漆面跟這個木頭的這個兩種材料 作為一個設計上面的這種顏色的分布 好另外一個角度看它的房間 然後用這個鐵的鐵件 然後這個鐵件也是把這個顏色呢 作為一個這種顏色上面的一種整合 然後這個在這個結構的部分 它用鐵的這個材料 黑色的鐵件呢把它包起來做一個造型 然後連它的這個上面這個地方呢也是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這種框架的這種展示櫃書架的這個方式 延續到它的空間的所有的地方 然後大理石的這個廁所的這個材料 跟它的這個鐵件的這個運用 它所有的這個鐵件 好那另外一個呢 它這個剛剛是同樣的這個顏色 那這個普通讀者書店的時候呢 它就把這個結構的部分 鐵件的部分用這個綠色的顏色來表達 那其他的是木頭的這個顏色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不是這個透視圖 用透視圖來看它的這個空間 就是兩個顏色 一個比較偏紅色 一個偏綠色 一個是綠色的鐵件 另外一個是咖啡色這個木座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空間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鐵件呢 跟它的這個吊頂的這個結構 它就把它結合在一起 然後這個牆面也是 然後用這個綠色這個簾子呢 當作它的背景 然後這個書架展示架呢 一樣就像剛剛它那個做法 就是它這種好像是一個構建的方式 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個結合的時候 它還把這些座椅還有桌子 使用的這個書桌 把它結合到它的空間來 好這是它的路口的一個效果 就是材質是很清楚的 就是木座然後配合鐵件 出路口這邊是深色的黑色的 用綠色這個來區分出這個鐵件這個功能 還有一些燈具的這個功能的設計 這樣子是一個很清楚的 那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運用這個方式呢 來整合我們的空間 好接下來是半公共的圖書室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在這個空間 既有這個空間 它做了三個動作 就是這個上面是把這個頂部的 這個屋頂的部分 用木座呢 跟它的牆面的這個書架的結合 那中間它這個地方 把既有的這個結構呢 用一個石材把它包圍起來 然後下面的部分呢 大家要用這個木座的這個方式 把它圍合出了另外一個小空間 可以閱讀的一個小角落 好那我們這個是平面圖 我們直接看它的這個照片 那進來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它這個主要是 地面的這個材料實材 延伸到它的這個座椅 還有中間的這個展示架 那周圍的部分呢 就把這個頂面的這個部分 跟它的這個牆面 這個這個展示的這個書架呢 做個結合 你看這個吊頂的部分 它上面還挖了兩個洞 就是讓它的天光可以下來 把這個既有的這個牆面 這個梁呢 用藝術器的方式把它凸顯出來 然後換一個角度來看 可以看到 然後它這個展示的書架呢 也把這個桌子的部分 桌椅的部分呢 也把它設計整合起來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手法還是很清楚的 就是做了三個動作 那這個地方圍合出來的 這個地方就變成小小的角落 可以使用 那這三個部分分別 有中間的這個食材 跟地面的食材的結合 然後外圍的這個部分 跟它的這個桌子讀書的這個桌椅結合 然後還有一些小小的角落 是給大家在這邊討論事情的這個小角落 然後這種三個這個做法 在這個空間裡面就呈現出來 那也是很清楚的 那甚至沒有用等角圖的方式 用平面圖 就已經把它的這個手法呢 解釋的很清楚 那如果說呢 在大空間的話呢 比較複雜的話 其實你看這個等角圖 通常其實我們是用在大空間來說明 就很清楚 就是說我這個在設計的時候 我的牆面 既有牆面還有我中間 我家的這個書架 跟中間的這個樓梯呢 做的結合 那你從這個等角圖 就很清楚的 可以看出來 它在設計這個 青龍屋簷 這間幾又鄉村的這個膠囊 鋁色書墊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主要的這個設計手法 一樣在外圍做這一個 它的這個書架 中間有這個好幾個層次的這個錯落 到不同的這個空間去 然後這個地方呢 它做了一個延伸出來的這個造型 形成了一個玻璃的這個玻璃陽光房 那這個地面的這個剖圖呢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這個高度 還有它的錯落的關係 等上來的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是用黑色的鐵鍵 來當作它的主要動線的這個材料 然後其他就是用這個木頭的這個材質 來結合 小的這個梯子可以上去拿書 這樣的機能 高麗的錯落樓板呢 都是白色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中間這邊也有鐵的這個結構 的部分 然後不同的這個樓板穿插的效果 在這個空間裡面 你可以去遊走它這個空間 然後不同的這個高度 不同的層次 那我們今天看這個西濤設計工作室 用這種等角圖的方式呢 用他們的熟悉的這種家具的形式 然後去結合到空間的這個設計手法 我們很清楚就知道說 它用的這一兩種材質 去把它的地面跟牆面做了一個整合起來 這樣的一個很清楚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下次的這個主題呢 我們要來聊一個非常好玩的 就是建築的創意 那這個建築的創意呢 是赫茲爾格特尼迪玉羅 他們也是普利茲克獎得主 那他們把這個創意呢 跟結構還有跟空間跟裝飾 他們都整合在一起 其實就是結構就是空間 然後空間也是裝飾 裝飾也是結構 他的創意呢 是把這個牆啊 結構啊 跟裝飾全部整合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提亮 你可以看到這一棟建築 像是空間 城市裡面的裝飾 然後本身那個牆面本身呢 它又像是有一些文理的裝飾 然後但同樣 同時它又是結構 然後這個結構 又萎縮出了它這個空間 那我們下禮拜會來研究這個部分 我們下禮拜見